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最新版的倩女幽魂 人间情 倩女幽魂已经拍过很多版本了 这一版的整体来说 先看看我的介绍 您再决定看不看完整版 电影开始是一群捉妖师出场 在荒山野岭 他们看到一座豪华的建筑 走进去发现是一群女艺人 这群捉妖师就很欢快的过去跟他们深入交流 女主人小笼包偏然登场 大捉妖师立即被她的绝世容颜吸引了过去 就当妖门出手的时候 有备而来的捉妖师们立即裂震 把小妖们杀了个干净 但随后老树妖出场 把一众捉妖师全给收拾了 接下来男主小宁出场 他来到一个破败的小镇 正好这里召开武林大会 汇聚了各路豪杰 在一个小酒馆 小宁用馒头丢死了一个大侠 成功引起了双方的蟹兜 按照离开小酒馆 小宁发现树上有一幅画 他立即被画上的山水所吸引人 就找把梯子想把画弄下来 而烟斥侠恰好被 只求一夜追到了这里 跑无可跑的烟斥侠 只好满足了只求一夜一次 两人玩得很嗨 作为路人甲出现的小宁 也被这两个男人玩了个半死 画面一转 一个男人杀死了自己 红杏出场的老婆 就在他掩埋尸体的时候 小龙包出现了 小龙包为了维护妇女权益 来了个钓鱼执法 主动勾引这个男人犯错 然后心安理得的杀了他 小龙包刚杀万人 小宁就一夜闯冰尘而来 到了客厅 小宁见只有小龙包 一个衣衫单薄的女子 就想关闭门窗保护她 小龙包上前阻止 小宁很不小心地 撕破了她的裙子 小龙包见小宁这么直截 自己也就不装了 平静眼 小宁觉得自己 剩下的钱是不够的 为了不被打断腿 只好强忍着走了 离开民宅 小宁不住地自责 觉得自己会武功多好 就不用担心 不给钱会被打断腿了 自责的小宁 忽然遇到了指求一夜 就请求她教自己武功 指求一夜宁愿死在妖精手里 都不愿教她 老树妖听到她这个愿望就出现了 希望指求一夜说话算数 指求一夜发现出来的是妖怪 而不是妖精 自然不干 就和老树妖打了起来 对于这种不讲诚信的人 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都用雷电批了指求一夜几次 希望她知错能改 老树妖见指求一夜 欺骗如此单纯的自己 就把她捆在树上 打算好好卸卸份 但她发现小宁一直躲在树后围观 既不点赞也不转发 就一把把她揪了出来 她生平最讨厌这些白嫖的人 被揪出来的小宁连忙说 下次一定 老树妖根本不相信小宁的鬼话 就要下嘴的时候 燕翅侠出现了 燕翅侠教训老树妖道 老树妖天后非常惭愧 觉得没点见人 就钻入地下逃跑了 在野外过了一夜的小宁 小宁来刺激 是要进京赶考做官的 就一头扎进了兰若寺 恰好在这里遇到了燕翅侠 小宁请求燕翅侠教自有功 将来好除暴安良 燕翅侠被小宁的侠义精神打动 给了她一本武功秘籍 回到大厅中的燕翅侠 看到如此多的棺材 就顺手开关倒了个墓 小宁正专心地看着秘籍 小龙包忽然自动送上门来 小宁喜不自禁 为了塑造一下自己的君子形象 她对着小龙包念了一首情诗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 在谁一放 身为一人的小龙包 小宁根本听不懂古事一脸蒙蔽 小宁干脆用行动来表达 作为艺人 小龙包更是心灵神会 在演艺界混迹多年 小龙包很快就炸出小宁没有钱 被接了底的小宁 直接拿出武功秘笈对付小龙包 并斥责小龙包污染了整个演艺界 小龙包最讨厌这种道貌岸然的人 直接出手教训小宁 得了武功秘笈的小宁自然不怕小龙包 狠狠教训了小龙包一顿 小龙包怒惩了小宁几句 赶紧逃走了 第二天燕翅侠见到正在烧出的小宁 对他说 闯军都快打进北京了 你怎么还想去赶考做官 小宁自豪地告诉他 你们这些土包子就不懂了吧 只要能做上一天的官 我下半辈子的钱都有了 反过来他证为燕翅侠这么好的武功 为什么不去官宁坊间对抗八旗兵 燕翅侠说 我又不是穿越过来的 不会造碎发火降 怎么能挡得住清军 羞愧而退的老叔腰倒了个墓 挖出来两个粽子来对付燕翅侠 当燕翅侠跟两个粽子在楼下打得激烈的时候 小龙包又来找小宁 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价还价 直到谈妥之后 小宁带小龙包来见燕翅侠 燕翅侠见小宁和女艺人在一起非常不满 小宁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把燕翅侠的大宝剑扔给了粽子 想来个借刀杀人 无奈燕翅侠武功太高 最后把两个粽子全消灭了 见识不愿的小宁和小龙包赶紧跑路 但两人没跑出多远就遇到了老鼠腰 跑无可跑的两人在大庭广众之下 秀了一波恩爱 把老鼠腰虐的脸都黑了 老鼠腰要替天下单身狗弄死两人 燕翅侠及时赶到救下了他们 两人赶紧逃进了话里 趁外面打得热闹 做他们要做的事情 最后老鼠腰被燕翅侠一大宝间戳死 很快 小龙包就跟另一个土豪走了 人家不仅有宝马还有仆人 比穷三孩扣门的小宁可是强多了 吃了一半的鸡就这样飞了 小宁气急败坏 找到燕翅侠帮忙讨回公道 燕翅侠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小宁用爸妈的养老金 给小龙包刷个游艇 得到游艇的小龙包果然回心转意 立即跟小宁私奔了 被摆了一道的土豪 驾驶着变形金刚就追了过来 看过西游记并学过物理化的燕翅侠 一头钻进变形金刚的肚子里 分分钟拆了机器人的发动机 机器人爆炸了 此时的小龙包知道了游艇是小宁 用爸妈的养老金刷的 小宁不仅没房没车没村款 连公务员都不是 看透了这个渣男 小龙包愤然离去 三个人都拉不住 被爱情伤了心的小宁 再次踏上了赶考之路 他打算在大明帝国灭亡之前 一定要考上公务员 影片结束 整部电影整体来说还是可以看看的 毕竟燕翅侠这个角色演的还是很不错的 跟经典版本比起来 可以跳着看 毕竟剧情都差不多